我要给老爸买个代步车 丰田威慈和大众三长纳三大件 哪个更疲似耐造 老爸偶尔去钓鱼 个人倾向 丰田威慈发动机更加的稳定成熟 请问是不是这样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7万到9万之间 你会选择这个丰田威慈 还是说这个大众三长纳呢 可以在评论群众员给这个建议帮助帮助他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管车 到底哪个更值得拥有 放动机变速箱驾驶感受哪个好一些 这个四两纳呢 它是属于大众车型里的 这个最便宜的一台车了 把这个杰达这个温野山跑去之后 它是最便宜的 基于大众的PQL平均打造 当然这个是老本台 这个平台呢 肯定是会被这个MQB平台 会取代了下来 那么整台车的这个A柱B柱 关键部位用上了1300兆化强度的热身性钢 车能强度还是可以的 那么丰田威慈呢 它是基于这个丰田的这个NBC 平台打造的 整台车的车身这个高强度高 使用率达到了56% 也算是可以吧 作为这个价位 合着车们就是这么样 要是跟咱们国转车比 那强度上肯定是比不了的 那么日系车 它也是这样的 它俩都是搭载这个1.5升的 那个自然吸气发动机 马力呢都是112 但是纽约上呢 呃 斯兰娜呢是145的一个纽约 这个丰田威慈呢是139 纽约呢 斯兰娜更好一些 其实这个斯兰娜的一个动力总成 和捷达威野三呢是一模一样的 变速箱呢 威慈采用的是CVT 钢代传输的一个变速箱 那么斯兰娜呢 匹配的是一个爱信第三代 AQ250的一个6VT变速箱 还有手动挡版本可以选择 如果老头不建议呢 我认为啊 选择这个手动挡 可以就是可以开的报废都没有问题 那么斯兰娜这台车呢 出租车开了都开不坏 那你自己家用 肯定是质量上没有问题的 但是威慈这款车的发动机 也是非常耐造非常皮脂耐用的啊 几乎是没有什么矛盾 正常去保养 小矛盾特别少 这个其他这个EA211发动机呢 其实是品实度上耐用性呢 也是非常棒非常好的 这两款车呢 更适合你父亲呢 我认为是这个 斯兰娜啊 这个威慈呢 适合于年轻人或女士去开啊 并且你去钓游呢 钓鱼呢 也许会跑一阵这个 高速路段啊 所以说这个底盘的扎实感呢 方面呢 这个斯兰娜要比这个威慈 更加的好一些 开起来呢 更加的顺手跟脚啊 那么威慈一旦速度起来之后呢 非常飘 而且根源不那么好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发动机耐用性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就踏在这个变速箱 形成质感上 所以说斯兰娜要好于这个威慈啊 我认为斯兰娜更适合于你父亲去开 毕竟你有时候去钓鱼嘛 拉着鱼具什么的 是不是啊 空间要比威慈更大一些 更实用一些啊 就是这样 毕竟一个 你的父亲一个岁数大的人 五度六十多岁的人 开一个威慈挺别扭的 对吧 再一个丰田威慈的CVT变速箱呢 它不可以承受高扭矩 如果你出去钓鱼呢 偶尔会走一段烂路 也需要大脚油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变速箱啊 不可承受高扭矩 而这个斯兰娜这个变速箱 无论是总统党 还是说自动党啊 它都可以承受更高的扭矩 所以说稳定成长 我认为斯兰娜要比威慈要好很多 如果说四驱代步呢 威慈也是比较不错的 省心耐用 还省油 对吧 那么小伙伴 还有粉丝朋友 认为说的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